如果不是你蠢,不是你放任事情一直演变,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?你有什么资格生气呀? 黎沫,这一切都是因为你,你扪心自问,亲自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? 你到底知不知道,他那么骄傲的人,顶着不择手段利用孩子嫁给你的名声,又是为什么? 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啊?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? 请知他到底有几颗心,让你这样一次一次的伤啊? 冷暴力 注定得不到父爱的孩子 小三上位 谁不知道,他这个李太太呀,就是个众所周知的笑话 如果是我,我一定会毫不由于将孩子打掉,走得远冤的 如果你再这么愚蠢的胡闹下去,那你干脆跟亲自离婚算了,放过他吧,放过那个孩子吧,别再祸害他了 黎沫沉默着没说话,良久,他才抬起脚步,朝着宴会厅中心走去 你去哪儿? 黎沫,你注意场合,不要胡来,你今天的宴会搞这么大阵仗,看看你到底招惹了多少人过来,你还嫌笑话不够多吗? 我一会儿就回了 黎沫 就放他去吧,我看看他到底还能做出什么蠢事来 如果还是认不清自己,不知道挽回和挽留,那也是他的命 如果真的是那样,亲自也算是解脱了 妈 老太太只是埋头无奈地叹了口气,摇头离开 黎夫人 不好意思啊,刚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,给大家带来不便,还请多多包涵 啊,这个我们倒是没有关系,只是今天的主角心情不好,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? 没事,解决了就好 黎总,正是要去哪儿? 去找我的李太太 发布会属于许清之要讲的内容,已经全部完成 徐总,今天恰合是黎总的生日,请问您在发布会定在今天,两者之间有关系吗? 黎总今年突然大半生日宴会,跟这次知庆新品发布会有了直接冲突 请问这中间有什么其他事情牵扯吗? 比如说,您跟李总之间的感情问题 我听说前不久,李总二度进医院,具体什么原因您可以透露一下吗? 而且我还听说,李总唯一的前女友当初也住在同一家医院里 您跟李总这几个月一直都很低调,这次突然针锋相对 请问这些跟那位前女友有关系吗? 各位记者朋友,这里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现场 还请多多提及一些跟公司有关,或者是跟这次新产品有关的事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